哈喽朋友们 前几天我们村就是把那个网线拉到村里面来了 然后我们家呢也想拉的 不过他们那个箱子就是在对面那边太远了 就是到对面那边去 所以本来我们也想叫他帮拉过来的 但是他说太远了 不帮拉 所以给了我一捆线 五百米的线 就是让我自己拉 把这个线给他拉好了 然后他就来帮我们接好 就这样子 这个线已经拿了几天了 今天一时没空拉 所以今天有空就把它拉一下 今天先看他这个要从哪里拉过去 比较好一点 带哪罐呢 你怎么会拉 你怎么会拉 我们一直过来 发到那里 电电杆 人家电电杆 人家可以 可以弄吗 哎呀我说了 算了我是存账 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才存账 哈哈哈哈 就带你尊账 不可以的话再收吧 啊 啊 不可以的话再收吧 你先拉再收 那等会儿就从这里出来 从这里过去下去 上面的栗子 嗯 要不要我的车就来不夸到 嗯 那应该从那里驾了啊 嗯 你爬得上去吗 你爬得上去吗 你爬得上去的 你爬得上去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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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先把这个架子弄好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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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线拉着好拉了 开始拉 用红红子砾 在码外红红的几斤 才可以让一面 铁炒 把碗gar 冰碗 正把这个线给它拉下来一点点 这个就是从这里跨到那个杆那里去 到上面这里差不多了 那个电枪就在这个房子的角落这里 这个线已经拉到这里了 等会就打电话就能过来接就行了